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欢去赌场 打麻将 和买马票 把工作 我的工作的工资每个星期都给输到完 不管是下雨或者是下雪 就要去赌场 十次有九次都是输完钱再回来 我自己也很后悔 后悔过无数次 和公主过无数次 和法师过无数次 可是我接不到赌 可是知道我认识了星宁法门之后 我次大次大被观世音菩萨妈妈救我 她帮我脱离了骨骸 观世音菩萨母亲真是法律不变 我真的不久就没有去赌了 只有我相信观世音菩萨她真的是来救我了 和盧俊峰台长 我真的是很感激他们 很感激大事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谢引导我们的盧台长 话说回来 这么好的法门 我们要感谢 还有我要感谢我的知名 是她带领我 认识这个法门的 在这个偶然的机会呢 她给我一些经书和台长 这一些CD 她叫我要念经 她说神神你要把 你要照顾你身上的要经者 才可以销到你的业障 你才不会想下去赌钱的 我就说是真的吗 这样我就拿那些经书来念经 头一两天啊 那个心情 我念的时候我的心很闷 那就是业障的 业障在搞我 就是叫我要念经 是不是那个台长说过了 我们有这样的情形 要继续练下去才会好的 所以呢 我就念念经的时候呢 我真的念了经之后 我就不去补偿了 而且我朋友夜我去 我都不想去 连买马票我都没有买 以前我很喜欢买个noto的 每个星期都要好多钱买 现在我也不赌钱 也不买noto 而且呢 我还劝我那些朋友啊 不要再去赌了 自己现在看到那个赌场 也不会进去 也从此我信了 心灵法门之后啊 我就 没有心再去赌了 现在我很开心 谢谢菩萨的家族 和台长的家族 谢谢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 话说回来 我能够认识这个心灵法门是我 去年三月份开始的 这么好的法门 我才要感谢我的自己 是他带领我这个法门的 他也在这边就是这位 他拿一点那些经书给我看了之后 起初我念经一两天的时候呢 我很不舒服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业障很重 他比我先看台长的那些CD 之前我还没有看到CD 他跟我说 神神你的业障太重 是这样的 没关系你继续念吧 就是台长的法门是很好的 那我就念了 念了经了 我的心 不会说不舒服了 很好 而且我念经 我有很多感力 我梦见我 不久我就梦见我七世的二哥 他是 七世了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 我每次想梦见他都梦不到 就自从我念经之后呢 我就梦到我二哥来跟我说 我现在很穷 我要二十二百五十块钱 要交房钱 我没有钱 他是来要向我要经的 那么我就心想 我现在还没有开始念小房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要去照顾他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问我那个 马来西亚一个同修 也是我这个 是你的朋友来的 也是我认识的 我就打电话回马来西亚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丹尼 那我就打电话回去 马来西亚问他 我现在我二哥要 要经要怎么样 现在 英国有没有同修的 他说有 然后他就介绍了丹尼 我在这里 谢谢丹尼 他很好 我就打个电话跟他说 我的朋友 他就给丹尼的电话 我就跟丹尼 他直接联络了 然后我就跟丹尼说 我 我丹尼也叫丹尼老师的 我说我现在我梦见我二哥 他要经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练 然后丹尼说没关系 我会发那个电视给你 我会寄给你 那今天很多那些小黄尺之内的给我 还有那些CD给我看 叫我什么 schwer 行 然后我念那小黄尺给我二哥之后 我二哥 我真的又梦见他了 他很开心 不过我念还是不够吧 因为我之前我不知道 要先自己念给我自己的 起初我不知道 我就讲了 然后我才知道 先要照顾自己的药精者 才能够照顾给我二哥 然后我就先照顾我的药精者 然后呢我照顾给我二哥 就二十五张 起先我烧了十多张吧 十多张他就 我就觉得他很好了 他来看我 他好像也娶了一个老婆 在上面娶了一个老婆 屋子又有间屋子了 然后我就很开心 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就没有时间了 小房子 我就停了一段时间 我又梦到他 梦到他是很辛苦 还是在医院里面 因为我没有再照小房子了 我听了 我心想是不是我还没有 现在我没有时间烧小房子 又梦见他在医院的时候 跟我的二嫂也是他的老婆 我们两个人看到好可怜 在医院里面有病 他是因为那个心脏 那个心磅 他是Cancer 就是说有癌症 如果是他迟一点的话 肯定就因为有心理法门嘛 对不对 有如今我们来讲 所以我要说我们的修路上的二嫂 他对我真的好 之后我就继续念了 我又花了一份空之后 我就继续念 念了之后呢 我又梦见他了 我就心想 现在我又念他又好一点了 他又来我的梦中 我说我答应他二十五张 然后我就 明天就二十五张了 我说我会不会 我自己就想 会不会再梦见他 我就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我今天烧到 明天烧到就是到二十五张了 我会不会梦见我二哥 请大师大悲观世音菩萨 给我加持 看我二哥到底有没有受到 我真的是梦见我二哥来 跟我说他穿得很好看 他跟我笑 他跟我很开心的样子 这样我就知道 我已经把我这个烧布上去了 我念经 我念经啊 我以前啊 我不能够睡的 晚上哦 我的手会麻痹的 一双手每次要睡觉的时候 整治一年多了 去看医生都看不好 然后嘛 就自从念了 念经之后 我还没有念小房子之前 大家听清楚 我还没有在念小房子之前 我念了三天 差不多一个星期吧 三天 是将到一个星期将三四天 我的手臂好玩了 到今天都没有避过了 没有麻痹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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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念经 我很喜欢念经 我现在 不过我知道我的内障还是很重 我是要继续地念下去 我才可以消除我的内障 我人 我现在以前我脾气很坏很坏的 而且每样东西都要因为我家庭的关系 以前小的时候我家里的还蛮还算可以吧 这样我给父母亲就宠坏了 到现在 人比起也是不会改的 自从念了小房子度我的招 给我的那个要精神之后呢 我人也改变了很多了 真的 还有呢 还有一点就是 我现在念经 我每天就是早上有时候啊 心里想到念经 好像真的是菩萨加持的 五点半我就想要起身来念经啦 如果是有时候很带孩子会很累的嘛 我心想很好 六点多七点我就做完功课 然后呢 晚上还是中午有时间我就练小房子 练小房子 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 我现在念经的时候是吗 我会把那个听书里面啊 那本书里面啊 好像有一种有很怕我的东西出现了 我知道是关心菩萨加持的 能量 对对能量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这是我们的合言 祝大家 真林开拉 呢 各位 这就是一样的 赶着大葡太平 frog 按 大葡太店 让我们的金刚 走吧 rooting 哦